老义士司徒朗 带着病太岁张芳瞒着孔孝 直接就构奔骆驼岭了 先到卧虎湾 顺着两届岭七星山当中 一人仨往上走 嘿不假 这地方不但隐蔽 而且山道崎岖非常不好走 这样里头埋伏人一窜出来 什么人都能拦得住啊 你能得再好的 他这道太险了 不知道什么地方埋伏人 张芳跟孔孝 点对眼神 留点神 老义士往前走着走着 我说 可快到了孩子们 刚一说快到了 孔孝这脑子里 这坏主意就有了 乌鸦 四大爷 我说你老乌鸦 乌鸦的干嘛 叫师大爷就叫师大爷 师大爷 这个 有事不呀 有事该说 四大爷 这个赵远峰赵小乔 两个坏东西 我是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啊 老爷子呀 您听说过没有 九月九重阳会呀 双猛闹重阳 铁山市山下 在密封岭前呢 管山口的 那就是这人俩呀 嘿嘿 我跟您说 这两个混蛋 叫我们的傻师弟 胡小的干活 把这爷俩给造的 不宜乐乎呀 好有意思 嘿嘿 想不到他们爷俩 又跑到这嘎里来 捣乱 那么赵远峰赵小乔 怎么跑到七星山来了 咱们前面说过 铁山市的时候 一会儿爷俩让铁山市请来 在这山口这 没想到让甘虎给蒙了 让甘虎给打了 他们可没脸进去了 所以带着手下四百名长剑手 暗含着就撤了 回哪呢 回老家呀 洞庭湖 刚到洞庭湖 这段氏哥俩就派人送请帖来了 爷俩要带着四百名长剑手 奔了山西到七星山 酸泥寨来见断国鸡断国柱 嘿 断国鸡断国柱高兴 终叫自己山上人手有限 远街进营 好吃好喝好带着 就请他们爷俩 带着这四百名兵丁 把守这骆驼岭 赵老高 赵贤指 如果我们七星八宝 转心亭要失了事 你们爷俩 可千万带着四百名长剑手 把这七星八宝 转心亭一围 那这剑一射 不许走一个 可就拜托你们爷俩了 哎 好 放心吧 放心吧 那么赵贤爷俩 这四百名长剑手 为什么 愿意为七星山 断国鸡断国柱 效劳呢 这四百人 在洞庭湖 赵家爷俩的债中 每月发响银 发不了多少 顶多一两八千银子 有时候没钱 就给挤掉钱 虽然说有劲 吃有劲睡 这钱太少 没法忘家记呀 要是在七星山 人家七星山的人 多给钱哪 每个兵 每月是十五两银子 逼在家 一年挣的都多 所以大家伙 全都愿意在这待着 二位债主爷说了 如果你卖的命了 把官人打跑了 哎 每人赏银子三十两 有钱能使唤人呢 所以这四百兵 跟着赵家爷俩 就愿意在这待着 孔孝呢 他把铁山寺的事情一提 就跟四头朗说 四大爷 这两个混蛋东西 我们认识他 这两个小子挺厉害 我看 再加上这四百名射箭他 咱们可就一人杀呀 四大爷 您是不是派我们哥俩 其中的一个人去 把这赵远峰赵小桥 框出来啊 框出来 凭您的本事 把他捆上 咱们这洞的四百名 常见手 他刚说到这儿 张峰一听 孔孝这小子 奔我下手了 他瞧着老义士 这师徒郎可明白啊 心说孔孝 你这孩子够坏的 你的意思 让我把张峰指使去 让张峰去 我偏不让张峰去 我让你去 孔孝 我呀 四大爷 不让你乌鸦 你偏乌鸦 冲你乌鸦呀 好啊 你出这主意不错 啊 你就去吧 把赵姐爷俩调出来 打趴去 啊 这可是你立的功 这么点主意还没有吗 响去 哎呦 孔孝心说没害人 我搬砖砸脚了 得嘞 直男我尊命了 孔孝一伸手 就把摇山洞小刀拿出来了 他这兵人哪 有尖 没人 就是挖人家墙 偷人家钱财用的 随着说 孔孝杀富济贫 终究他占了一偷子 他抬左脚 搬起朝天凳来 右手拿着小刀 蹭蹭蹭一背刀 然后冲着司徒朗一抱拳 四大爷 您老人家就在这咖喱等着我 我把贼给您框出来 您就在这拿贼 去吧 孔孝滴了着摇山洞 就奔着骆驼领着山口了 刚走到山口这儿 蹭蹭蹭 有大树林中 穿出好几个人来 干什么的 站住 我呀 孔孝是满面带笑 一抱拳 总为兄弟辛苦辛苦 干什么的 问我吗 我要找你们少寨作爷呀 就那个泪头太岁造小桥 找我们家少寨作 你哪的 姓什么叫什么 我妈 我是从洞庭湖咱们老家来的呀 从老家来 找少寨主有什么事吗 这个妈 我老人家要找他一定是有事情的 没有事情我老人家也不来呀 既然找他我老人家就有事 废话 有什么事快说 我老人家是找他要账的 孔孝也想不出别的主意了 要账 干什么呢你是 我妈洞庭湖买豆腐的 卖豆腐 买豆腐的 也找我们家少寨主 卢雅 你们家少寨主 是个老条太岁 他短我的豆腐账啊 我说朋友 你贵姓啊 无老人家姓孔 孔掌柜 打洞庭湖到山西千里迢迢 你要账呢 这点豆腐钱够你来回的路费吗 啊 我们少寨主就是欠你豆腐钱 能欠你多少钱呢 这豆腐一年能吃多少钱呢 不对 如果说欠个三两二两的银子 我是不会来的 数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不来嘛 我的豆腐房脚关账了 本钱都倒不回来了 到底欠你多少钱呢 一个大数 十两 哦 十两银子不够路费 难道还是一百两 吃豆腐欠你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是少一点的 报告纵位 真是不多不少 整整的一千两 这兵听着都纳闷 新说我们少掌柜子 那么能吃豆腐 一短一千两豆腐钱 你后掌 说完了 这头呢 就派一个兵 回去报告去 这个兵顺着山道 腾腾腾往上跑 一直到了骆驼岭大寨 正赶上啊 老寨主赵远峰 跟小寨主赵小桥 带着大部分的头目 在这大厅里坐着呢 这赵远峰呢 正呲这赵小桥 因为赵小桥啊 自从到了七星山 人家段家弟兄确实是暗月发响银 而且呢 都多给一点银子 每次呢 领银子都是赵小桥去 多给的银子就归给赵小桥了 赵小桥这人太黑啊 把这银子领下来之后 他发呢 横的兵 刺头的 他给点 要是老实巴交的 就给个几掉钱 这些人不干呢 就找老寨主赵远峰来了 赵远峰呢 比赵小桥要强多了 把赵小桥叫来 说你该发响银发响银 哎 您放心 跌刺了一顿 赵小桥往下发了 人家每人每月十五两 他最多的给这些刺头五两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 时间长了 七星山的兵 就跟着赵小桥 赵家父子的兵 碰上聊天 传说话来 人家一月给十五两 好家伙 他就跟母两 这些刺头 又找老寨主来 大家伙怨言太多呀 这赵远峰不放心 挨着个的问着头 确实儿子干事太缺德了 今天呢 赵远峰就把儿子叫来了 而且呢 把这些头也叫来了 赵远峰指着赵小桥 小桥啊 我暗中都查遍了 你这孩子怎么干出这么昧良心的事 你瞧瞧 这四百个兵可都是咱们的乡亲呢 他们一个个撇家舍业 背井离乡 跟着咱们俩到山西 为什么 就为多挣几个钱 啊 好啊 你可靠想淫 万一人心散去 这四百兵 开小车走一半 咱们爷俩可就不成了 就把咱们搁这儿了 啊 你怎么这样啊 好汉都护三村 你这小子真不地道 嘿 赵小桥心说 谁给我宠的呀 爹 没有的事 我是一手来一手去 公平合理 一手托两家 我在前山领的银子 回来我就发 没扣过 好啊 你给我嘴强牙硬 这弟兄们不是一个人跟我说了 你是我儿子 我调查过 我也到前山查了 明明是你可口想淫 你不认账 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了 爹 算什么呀 这点小事 您至于的吗 这赵小桥啊 这叫什么呀 这叫犯赖 赵远峰一等眼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都是自己的乡亲 啊 远亲近邻的 你不发给人钱 还说是小事 你不在乎 他们可在乎 你对不起父老乡亲呢 正在这时候 通通通 这丁跑进来 单腿打签 往地上一跪 骑兵老寨主 山下来人 来找少寨主 嘿 小桥啊 应该交朋友 咱们到这之后 人缘可不错呀 可你不能胡交朋友啊 怎么这么会儿 山下就有人找你呀 谁找你呀 老爷子 我也不知道啊 赵小桥就问这兵 谁找我呀 找我干什么呀 少寨主 他说了 从咱们家乡洞庭湖来的 是卖豆腐的 跟您要豆腐钱来了 这老寨主 赵远峰 正生气呢 听这话 能不生气吗 眉毛 挑起来 眼睛都瞪圆了 小桥啊 小桥啊 你真是想把我气死 吃人家豆腐 你都不给人钱呢 卖豆腐的小本经营 你办的 这叫什么事啊 赵小桥一听 这是哪有的事啊 说我可口良想是有 可我没断过 别人的豆腐钱呢 胡说 我短谁豆腐钱呢 这当兵的瞧着老寨主 往后退 少寨主 您劝的是 孔掌柜的豆腐钱 啊 您让人家记得账啊 孔掌柜 什么孔掌柜 孟掌柜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 老寨主赵远峰 用手指着儿子 小桥 你吃人豆腐不给钱 叫人家记账啊 人家这么老远跑这 要豆腐钱来 你还说你不断钱 你太不对了 爹 我确实不签他钱呢 这吃豆腐 我能吃多少钱呢 哎 赵远峰一想也对 难道说这掌柜的大老远的就为了挤掉钱的豆腐钱 我说 这个掌柜的说少寨主欠他多少钱呢 老寨主 我也觉得奇怪 我们问了他说呀 欠人家一千两豆腐钱 哎呀 赵远峰明白了 儿啊 儿啊 你是不学好背的为父 你胡作非为 豆腐钱 你能短这么多吗 你一定在外头吃喝嫖赌 你钱花多了 你跟人借的 你让人家瞒着为父 就说欠你豆腐钱哪 你要把我气死啊 爹 哪有的事啊 啊 气得赵小桥怪叫如泪一伸手 就把三结棍抄起来 顺着骆驼领 蹚蹚蹚往下就跑 小子 你是买豆腐的吗 孔笑一瞧 嘿 心说赵小桥赵小桥啊 你还敢拉着三结棍出来 我这嘎里头也有军人呢 咔 孔笑就把摇山洞的小刀抽出来 好小子 你赖赞无老人家 要你这人抽 赵小桥气坏了 一到这虎尾三结棍 哗啦啦啦 奔着孔笑就来了 孔笑啊 不还招 一磨头 蹬蹬蹬蹬蹬蹬 沙腿就跑 我是卖豆腐的伙计 我们老掌柜的在那嘎里呢 你短一步短 欠一步欠 你找我们老掌柜去说起 我也管不了了 他冲着司徒朗就嚷啊 我说掌柜子 你快过来吧 我把亲咱们豆腐亲的人给喊出来了 司徒朗一看 孔笑真把赵小桥框出来了 就把包袱打开 哗啷啷一分五行轮包袱皮 往腰中一记 飞神行过来了 小子 豆腐钱不给 还赖账 亮家伙打人 天地黑地上的 还有好人走得到吗 老太爷 我要你的狗味 什么 我怎么不认识你 你是在哪开的豆腐房啊 这么大年纪 开豆腐房 你是成心的 短钱不还 你敢问老爷子 我猜你 赵小桥气疯了 到虎尾三节棍 哗啷啷啷啷 插花盖顶 对着司徒朗顶梁就下来了 司徒朗望左一滑步 跟右步一轮 一点赵小桥的腕子 左手轮就奔他脚面了 赵小桥脚尖一点地 蹭 重体伸来 司徒朗左脚扎根 抬右脚 望里一河腿 啪 扑脱 就把赵小桥 踹出一柳馆去 快 并抬随张方 跟蛮子孔孝俏俩过来 妈肩头笼儿呗 就把这赵小桥捆上了 司徒朗用手一指 你知道老爷子 我是谁吗 哎呦 不知道您的 告诉你 九尾宗一世间妙手 老太爷 我叫司徒朗 把你拿住了 破七星八宝 转心停 我们要去回金牌 未取金牌来的 刚说到这 就听这树林子里 脚步声音沉重 有人忧打 树林中走出来 口念佛号 那么 阿弥陀佛 老人家 你要金牌吗 金牌在此 赵小桥也冷了 司徒朗张方孔秀全 愣了 顺声边 瞧 犹打树林中 走出一个大和尚 这个和尚 左手托着黄澄澄的金牌 借着星斗月色光滑 看得很清楚 这金牌 叉叉的望出曝光 你说仨一瞧 这和尚有意思 大高杆 宽肩板 长得肚大腰圆 这脖子特别短 太阳穴呢 还有点瘪 可是大腮帮子 大嘴叉 跟蛤蟆差不多 身上穿着灰僧袍 圆领阔袖 腰中系着绒绒 配着一口戒刀 望着和尚脸上看 脸色发绿 两道花角的眉毛 一双怪眼圆帆 还还真是绿眼珠 大秤驼鼻子 火盆大嘴 一嘴的七颠八倒的大碗牙 明显显露着三块兽界的香巴 这个和尚长得可丑啊 但是很雄壮 左手托着一面金牌 司徒朗一看 和尚 你是哪儿的 弥陀佛 老人家呀 你要问贫僧啊 贫僧住在井行大道娘子关 河桃园关笛庙 贫僧叫水底金蝉 毕霞僧 这和尚多大岁数了 起码得六十出头了 大残道脑袋 张芳心说 他这外号起得好啊 水底金蝉 嘿 真像金蝉 两只绿眼珠 眼睛都是绿的 和这大塞帮子 哎呦这短脖子 孔笑一看我呀 真像一个泪蛤蟆 小点声 刘神和尚气你 其实呢 这水底金蝉 毕霞僧跟司徒朗呢 是师兄弟 咱们前面说过 当初这河桃园 关笛庙的老方丈 是青云长老 生铁牛嫖禄 就是青云长老的徒弟 青云长老带着嫖禄到北京 住在老筛海爷清真寺这 三月三亮标会 青云长老登上梅花圈 会战过艳谱 艳云峰 后来长老收了嫖禄 他呢 就把这河桃园的官邸庙 给了毕霞僧了 毕霞僧 跟师父学艺十几年 功夫也相当不错了 那么毕霞僧跟七星山没关系 年轻开这面金牌 怎么落到毕霞僧的手里 下回再说 那么毕霞僧的手里 已是两个人 婶光诞